大家好 歡迎來到感情台 我是馬兵 我是高人 我是心心仔 很久沒見 真的很久 我也很久沒在這裏出現過 很久沒在感情台出現 因為有司頭師傅 對呀 現在是 她是徒女馬俄士 很多 無限供應 不知道她們為何會這麼多 她以前都多 一直都多 她在這裏潛出來 她算是第一代youtuber 算了 算了 對呀 超過K的 很厲害的 沒有我超K 但是都是千呼萬喚 每一集的 我好喜歡一些女嘉賓 CIO師傅都很好 或者之前Rose Maa Rose Maa都很好 女嘉賓都好 每個都好 但是什麼時候有光光啊 什麼時候有那群泉仔交流 對呀 都是要這些 那種精神的放鬆輸壓 但是在上次和今次你的status已經不同了 不同了 以後填表 都要提醒自己不要填錯 不要填Single 對呀 現在已經是一個已婚狀態 成為人夫 人夫 4月 選了一個很特別的節日 420 420是有多重的含意的 就是國際大賣日 也是這個bitcoin減半的日子 真的嗎 吃到正這個crypto的東西 結婚都要吃crypto的東西 按兩下聲 還要是我這個結婚的日子 是 神經病 有沒有分別 分別除了填表格之外 其實都是剃一剃而已 剃不同格子 對呀 生活習慣上沒有的 然後兩個人相處上面要改改一些 稱呼 輕微稱呼 因為我們本身稱呼都是那些 老婆老婆 BB呀 珠珠呀 女士那些 以前就有時候說 現在這個男朋友是這樣的 這個女朋友是這樣的 就不能這樣 現在就不可以了 就是我老婆這樣的 老婆很棒呀 多謝老婆 不是多謝女朋友 多謝老婆 這個有個問題想問一下兩位 你們怎樣私底下 怎樣稱呼你們的女朋友 先說了我那個 遇到的問題 這個問題挺大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是呢 他可以說的 他有一次在街上 我們兩個並肩 拖著手走 他看到他的朋友 兩個看到的 就是叫Jai Hila 他們介紹 這個是我男朋友白兵 但那個人是不認知哪個白兵 什麼白兵 即是我不夠出名 所以他不認知 這麼搞笑 你不是我的名字 姓伯格 即不是Peter 沒有名字 他只是搞笑 我呢 我就說回我的英文名字 我之後就跟他們說 你跟朋友介紹 不要介紹我叫白兵 不是每個人認識我的 認識就說這樣介紹 OK 你不知道他才認識我的 那你介紹我英文名算 這樣 最尷尬的是見家長 他也是這樣介紹 這個白兵 天聖伯 白生 後來就說 你叫我英文名就行了 即是不是家明 家強 他叫白兵 你真的要在乎我那邊做什麼 寫的說不覺得 我不知道 隨便 糟糕了 但這個感受上是 你強烈過他很多 明顯 他覺得沒事 只是一句而已 很奇怪 如果那個人不知道誰 他沒有看我 我現在沒事 很奇怪 這個名字 然後去到某個位置 我想討論那個位置 例如大家在街上 大家進了一間店舖買東西 各有各看 走遠了一點 可能有10個新位 然後想這件衣服漂亮 這個買不買 他軟了一點 你又不能餵 他未必知道那把聲音是你 那你就要叫他 那你們會叫他做什麼 如果我叫他中文名字 好像很生愛 你叫他英文名字好像很不熟 那樣 你每天都會打鼻鼻 又不行 可以的 要買二手 就是這樣 鼻鼻 穿了鼻鼻 你們是會怎樣叫的 你現在打一條道 你叫老婆 我的回憶這些情景就是 我會拿著這件衣服 然後去到一兩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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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很適合你 我一看就只有你 近就無所謂 走近 我雜性都不會軟 軟一點點 純粹不想走這個行不行這個行不行 我想未必有稱呼 你看這個 直接說句對白 你看這個 很棒 很棒 你過來看 他不展示我 就繼續養著行不行 我和光嫂也是比較跳皮 那就會這樣 高雲呢 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 永遠都是有個名字 只有15的 就是叫這些名字 你女友都這樣叫你 你也是 他也有個類似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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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沒有一些很專屬 GGBB的名字 自己兩個人就說 如果一個聲浪會大一點點 叫一叫的那些 就會用一個見得人的名字 他不讓我說的BB 這個叫Internal Internal的聲呼 External的聲呼 因為他試過這些例子 他都沒理由很大聲咬 他都覺得叫我做白兵很奇怪 但他平時不會叫我做白兵 但如果去到遠 我當是四五個身位 要叫一個大聲聲浪的名字 他又不好意思 他覺得叫白兵很奇怪 就是看我 嘩 哪裏白兵 你們當初有沒有特意去 想個名字 想和定 以後我就叫你這個 你叫我 但Internal Internal有的 Internal就有的 對外你要定一個 現在我們就想不到對外那個 芝士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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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牙糖 這些人現在是安全的 是過別的用的 不一定要用的 這個個人 我回憶我和江嫂 是沒有特意認識的 相信自己最初 可能是WhatsApp多 WhatsApp他叫我 我現在作 例如叫我珠珠 之後我又叫她珠珠 那往後我們面對面都珠珠 這個就沒有特意認識 是習慣出來 我現在仍然在困擾 這個遠距離 External External 怎麼喊好 因為他叫強 譬如 如果當親戚聚會 然後你幫我拿些什麼 可能他比較遠 那我怎麼叫他好呢 通常是朋友之間 朋友一個名字叫 親戚之間 親戚一個名字叫 你們沒有的嗎 通常朋友 就是蔡小姐 親戚有的 你有名字 有名字 起碼有兩個字 一個 阿強 阿強 介紹 阿強 爸爸媽媽 這些 但我原本的中文名字 不是太好喊 嗯 是啊 是啊 不是太發到音 你那個要兩個碟字叫 兩個一起叫 可以 就好像我媽媽叫我 我媽媽就是這樣叫我 那有些大部分 都沒有說不行 都可以的 好了就這樣 決定 以後公開 就叫我中文名字 是啊 是啊 你問開這些 我分前分後的分別 我又想問你 那你也拍了一段時間 之前你單身的時候 開心 出名的 鋼鐵直男思維模式 這麼出名嗎 是出不出名的 應該是吧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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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主老都知道 賜名 省港澳 是屬於 進廁所 然後去說 那些女人很困難 那些 我現在都在她面前說 現在你拍了拖 那你這個鋼鐵直男的思維 跟你拍拖的女朋友相處模式 有沒有在腦海上有些小衝突呢 以前我是會這樣想 原來現在要這樣 有沒有這些呢 有 我發覺是 我的幽默感 他有些時候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當他覺得不好笑的 那些時候會出事 是啊 即是說一些地獄騙 不是 那些有些少模範的 有些少模範的 之後 在鋼鐵直男模式 大家都很開心 只要冷搞笑而已 一定會笑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 你冷搞笑不好笑 這個很重要 你開始明白一些女人的思維模式 然後你再說出來 你發覺 當然是你覺得不好笑 那些是冷搞笑 好笑的你笑了 即是我的內心 所以 我是在揣摩的 但我大約揣摩到的 即是經歷過幾個月之後 我大約摸索到那個框架在哪裡 那些紅線在哪裡摸到的 有沒有吵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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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純粹就是 一個單向 嗯 沒有鬧 我聽到一些東西 很厲害 我聽到一些東西 沒有吵架 吵架是雙向 他講了一個單向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那 你想一想 那個單向 即是你應該做了一些奢侈 我奢侈 分不可以分享 有些可以分享 譬如 這個就不單止在拍拖那方面 是 即是我是在那些 我 盡量將這個東西 blame 是一個年代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90後會多少少這些 我人情世故不是很厲害的 哦 即是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 人情世故的 人情世故的代人節物 即是譬如你見親戚 叫兒章早餐 這些會懂的 但一深一層 譬如幫個女生夾東西 即是這些我都是之前的經驗去學回來 原來要幫女生夾東西 但我有時候都會忘記了 之後去到再嚴重的消息 就是近日發生的 就是我和我女朋友 和我幾個朋友吃東西 那我女朋友 她本身已經知道她是要早走的 可能7點吃她可能要9點走 那她9點走 但我們還在聊天 那她就起床走 是沒事的 完全正常的 因為她之後有課要教 那之後我跟她說 好吧你走吧再見 那全世界都再見 那她就走了 那她一出了那個餐廳口 附近那些位 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喂你送人出去 你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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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呀是呀 好了好了 然後我送她去摩托車 上車 送到這樣 那我才上去餐廳吃東西 你是沒有這個意識 原來 我想 不是 我應該是這樣 我是在那個位置 我需要送的呢 因為我沒有遇過這個案子 是是是是 因為一起走 因為很少 我沒有遇過分開 是是是 我沒有遇過分開 所以我那一刻 我是一個遇過 我人生未遇過的那個決鬥 是的 就是我要不要送的呢 所以我想一下 啊 想一下她都出來了 送不送 哎呀死了 他會不會生氣的呢 其實這個位置 是的 每次你遇到這些決鬥的時候 你做的決鬥一定是七 第一次的話 一定是七 不用說 那以後就認識 但是我總會有第一次就是七 一定是一次的 然後我就會不斷遇到這些 是的 你剛剛說這個情境 是 我用一個叫做女生的思維模式去想 如果我是你女朋友 我會覺得 哎呀你怎麼可能七 自己的兒子都不認識這些 但是如果是一個叫做女生朋友 或者是一個第三者 完全沒有關係的 看到你這個 哎呀這個男生 哎呀這個男生 你這麼多了 很清潔啊 這件事 我覺得會有 是這個情境 但是作為身邊那個自然 就是覺得 哎呀搞不敢碰我自己的兒子 之後我同台有一個 一隻阿奇人 我送他回來 就說 幸好你們兩個都巨蟹座 嗯 就是比較 屬性 是屬於sweet一點的 你們兩個都巨蟹一起拍拖 是 那他就不會 即使你真的完全沒有送 他其實不會炸理型的 但是送了會加分的 兩個都巨蟹fit 是的 但是之後他就說 幸好你們兩個巨蟹座 如果他 我每一他還說了兩個星座 不知道是天蠍還是天平牙 還是水平牙 就行 就行 以我所知就是 天蠍巨蟹 都是水屬性 特別朋友 這些三個 即是他又說 如果他另外兩個星座 就行 屬於你 是 還好吧 這個 叫做 經驗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 話說我們玩熱氣球 是 上到那個四千尺高空 在一個雲層上面 真的雲層上面 雲層上面 是很甜蜜的 那你當然會抱著他 一起看一下空景 很開心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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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腦海想到一些既的港迷 想著就算了 韓劇中 生癌症 坐控車 鑽冷 會有些懶 要救護車 通常去到這麼浪漫的情節之後 通常反轉 通常是斷的 然後變成動作片 然後變成這樣 不要說下吵 不要說下吵 就是這樣 老隻蛋 太浪漫了 然後沒事的 放了車 然後那個熱氣球公司 我不知道是他生減人手 還是這個也是體驗的一部份 我們要一起收回那個熱氣球 幫忙的 就不是說幫很多 幫忙捧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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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者自負 你也說十層這麼高的東西 幾個人都搞不定 你不自己搞 所以一定要幫忙 然後會捲在一個箱裡 放在二十多人的箱子 就是義氣球的箱子 會放上一個貨櫃車的車頭 它中間就是拖著一個板 板就是放在那一架東西 我們在那個位置去一個有暖氣 可以吃早餐的地方 就是十分鐘車程 我們就要一起跳上那個車 在箱子的旁邊 有些就拉著一個櫃子 一個櫃子就固定了那架車 那你就拉著一個櫃子 我們就好像戶外坐一輛車一樣 這個體驗是挺好的 很開心的 好像變成那些越野過山 越野車一樣 然後那個導遊都說 很多的家長帶小朋友來 就是它義氣球都沒有那麼開心 玩這個最開心 在戶外那邊 我就駕住了 我女朋友駕住了 那我駕不住要開車 我就看一看我的朋友 你駕住了沒有 她就跟我說 你看看周圍的那些夫婦 情侶 男的是會圍著她 再踏回別人的車 會揉緊一條女的 連著車一起揉緊一條女的 如果想開車 就會這樣 冰嫂這一下好 即是她能夠說到給你聽 有些事情你是要做 未做 倒漏了 而不是那些自己暗暗地藏起的那些 下車還在生氣的那些 不是這些 我覺得這隻好 她是完美的 解呀 她這一下是真的很好的 她會說然後我會做的 當然最好當然是自動自覺做 但還是那句就是 通過遇過一些人生未遇過 也都很難有下一次的好地地這些 然後我純粹我想 為什麼其他男人會這樣做 是不是我有問題呢 那一刻我是有想的 我覺得這隻是叫做 太塵了 那個經驗值 之前你相隔拍拖的時間太久了 你成為了自己的生活模式 生活習慣 你沒有那個東西要去幫人做 或者要想起別人的那份 要建立這件事 你就很自然會有 這件事 我完全明白我都是這些 我完全都是這些 要慢慢 扶實 要慢慢擺入腦子 有時候跟江嫂一起看韓劇 江嫂就會說 這些韓劇教壞了女人 現實哪有這些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這些位置 其實是女人喜歡看 如果真的發生的 都希望自己身邊的人都做 那我就慢慢開始 會放這些東西入樓 下次遇到這些 我沒有看韓劇 差了這個 那冰嫂看不看韓劇呢 她不太看劇 但是好像有些都有看 出名的 魷魚遊戲 魷魚遊戲 好像都沒有看 好像有一兩套 出名一點 好像她有提過 但我忘記了 看電影的類別 她沒有特別是愛情動作 或者冒險 或者奇幻 沒有這些 沒有的 所以是有趣的 明白 所以這些經歷就是 就是發覺 我真的是職男來的 有的 高人呢 有的 高人你有沒有遇到一些 自己的 呱呱呱呱呱 很多 我們三個旗 都是這樣 沒有一定有的 那我不需要講電話 有時候不講電話 有時候很多事情就是 你的習慣 跟她的習慣不同 變了奴 很多事情就會很自然 她是喜歡拍拖 聊天 有些情況下 你應該要打電話給她 我跟江蘇是沒有電話的 什麼電話 即是沒有談電話 你有沒有 我喜歡談電話 我喜歡談電話 但少談 因為多見面 多見面 電話就變成交代式 高人現在還要談電話 有時候要 現在也要 現在只是支持 有些情況 你真的很久沒見 但你又不打電話給她 她就會不開心 噢 沒有啊 我這麼久都沒有試過 隔過超過兩天 沒見 這麼厲害 所以 因為我怎樣都 因為她的工作時間是free 我又free 譬如我住北角 可能她在銅鑼灣教員班 那時間離開 不如吃個下午茶 怎樣都見一見 我印象中你是 你是曖昧時期會多聊電話 過往的拍拖 或者就算拍拖 都是聊電話類別的 你是 沒有 沒有的 你不要誣我 好棒啊 現在光哥在那裡推到我懸崖 我記錯了 是 那個是寶哥 是 我記錯了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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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明不明白我以前 我以前拍感情台 什麼都不說 你以前 任何說到那些 沒有啊 我沒有發生過 不是啊 沒有做過 這些真的很過癮啊 我們還沒有農場問 我聊了這麼久 那一集 不知道在哪些農場問 現在還在 唉 都有聊電話的 有聊電話的 有聊的 還有你天天 有沒有想著搬出來一起住 有 有啊 絕對有 是去 因為你都新搬屋的 是 那是去你那裡新屋住 還是兩個再獨立搬去 再獨立搬去 是 在找緊 叫做 我經歷完這個 叫做同居的生活 我現在是很支持這個同居派的 拍拖 如果有能力下 兩個也都 某程度 叫做 確立了關係 認定 將來發展 結婚的對象 我是很支持同居這個 這個方式 因為 會互相了解 更深入 還有 結婚之後 你會面對的事情 現在叫提前 面對 我自己 婚前婚後的生活 我的感受是 沒有分別 因為在結婚前已經同居了幾年 然後結婚之後 一樣都是這樣生活 都是上班 然後又是這樣住在一起 都是這樣吃飯 都是在家裡相處 分別是不大 只是稱呼上 填表 其他是沒有大分別 可能叫做 我們預先走走了 那些同居生活 有很多人 叫做新婚的感覺 是很幸福很美本 因為 他們就是 由各自自己的家 搬在一起住 但如果沒有同居過就結婚 我覺得這個是很高的風險 很多都是這樣 是啊 因為 因為同居會多 因為那個 都是那句 很多香港人結婚之後 年輕還是兒子都未必一起住 我也見過 那樣東西叫 什麼相處好同住 我經歷完 我更加深刻覺得 如果用讀書來做比喻 就是看別人做的那些測驗 考試那些卷 好像很簡單不難 但一自己做混蛋 不難 同居其實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我們平時口說 怎樣相處難 很多位其實是細微到不得了 但這些細微是影響 兩個人對雙方的形象定位 價值觀在變 這個是衝突會大很多 無論如何都要吵 會 無論如何都要吵 還有兩個人 只要隨便一個 處理得不漂亮的事情 就會吵架 那 打一些小例子 如果在你自己的家 和他在他自己的家 生活上搬在一起住 你只是一些東西的擺位 是的 會的 例如你有張公共的桌 你平時在自己的家 你回到家的鑰匙人包 就在公共桌 在廳裡 但是可能對方是 家裡是沒有公共桌 只是自己的房間 所以所有習慣上的 隨身物品都是放在自己的房間 那麼 這件事呢 其實就已經有不同的雜性 但是每個人的家裡 現在你們兩個共同擁有 那麼誰決定 那些東西、雜物 擺不擺在廳裡的桌 還是要擺在房間的桌 自己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擺在自己的位置 還是不能用在公共的位置 這些我覺得是 小到不關對錯事 純粹不同人的習慣 但是 對方可能會覺得 好像 好像不是這樣的 我好不好跟她說呢 我又知道不關對錯事 怎麼開口呢 這些就會有這些 我知道 所有的都要跟女方決定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我最終想帶出的就是 原來兩個人生活上面 如果要有些決定上面的東西 要做一個決定 女方 尤其是所有這些 是小小的 多眼督鼻的那些 交給不決定 因為男人是沒有所謂 尤其是這麼細微的 女方決定 那男方就負責跟 你都不知道自己做錯了 你當然無所謂 然後我早兩天有看IG 因為我現在最近都看多了IG 以前是不想會看IG 現在看到多了IG 就是那些 兩人相處 老夫老妻那些 是什麼呢 有個鬼佬鬼婆老夫老妻 就說 兩個人相處之道 很簡單 維持我們這麼多年 就是小事 女仔決定 大事 男人決定 然後最後一個女人說 我們相處了25年 全部都是小事 沒有大事 然後馬上說 對 非常對 任何小事都解決到 就不用出現大事 對不對 我們進入我們的 農場文環節 終於都要進入 首先就是 從曖昧到拍拖初期 認清五種男人真面目 認清她的灑脫分手 很糟糕 我會不會中的 你的status 初初無來 認清你了 很糟糕 都看完這個農場文 一就是沒有正式表白和確立關係 我有了 有正式的 不是那些 拖了手就是 沒有這些 有說明 不是 事後才 那當然也行 有說就行 事後 大家不要覺得事是一件事 就是去到 可能是 過了一兩天 其實我們要定日子 紀念日不齊 這樣 這樣 之後就 算了 太像勢 不要說了 第二就是 沒有把你介紹給朋友認識 這個 我是有的 你的狀態又怎樣 雙方都 最少熟的那班都見過 見過 見過 我熟的那班 他也吃過飯 他熟的那班都吃過飯 那你們有沒有 叫做 初拍拖 一定是你們兩個人 互相見面為主 有沒有相對減少和自己身邊的熟朋友 少了見面呢 例如 一個星期以前 是兩天和朋友出來吃飯見面 但現在拍拖 一個星期都沒有兩天見朋友 本身我是一個 接近零射交的人 是 那我在我拍拖之前的娛樂 就是每個星期去一次 阿琪家裡吃飯 主要他的飯很好吃 和和他吹嘴 現在就變成 帶他去 那他也融入到你的生活方式 是 沒錯 沒錯 所以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你們呢 你們呢 有的 都見了朋友 都見了 我回想 初期都是 慢慢 慢慢認識 例如他約了他的朋友 他就會問 你有什麼在一起 最初我都會 好在一起 見一下 去了十次八次之後 他會問 我跟誰吃飯 去不去 我又說我不去 我在家打遊戲 我會偏向 讀自己一個 可能更享受的 是的 但是這個 叫兩個人的 叫什麼禮貌 尊重 就是他約了他的朋友 然後問我去不去 我又約了他的朋友 我又問他去不去 然後他做什麼決定 我覺得都是尊重 嗯 就算他沒有工作 在家裡 我都不會說 那你出來吧 一起吧 可能會多加一句 但是他最終在家裡 就有他 問一聲 是的 知會和問 高人呢 都認識了 都認識了 本身你們的興趣圈子 都是接近的 都少少接近的 所以都見了一兩次 都見了 是 證明我們三個都不是 夠男朋友 是的 好 第三點 一天到一刻 只想打電話 對 都不行 這個是認清什麼 認清 真面目 真面目 他就是嫌濕 嫌濕就是要分手 男朋友對著自己女朋友 嫌濕我會覺得是 天公地道 都正常 都合理 我嘗試說一些 女生都會對著男朋友好色的 是的 先不要說到這麼單向 我嘗試說一些不對的比喻 不對的說明 就是 一個女朋友 如果他有一件事叫做收花 那對象應該是男朋友送花給他 他就收花了 是的 那你也都作為男朋友 你不希望有其他人會送花給自己的女朋友 除了他家人之外 除非你女朋友汪明荃 是的 除非是公眾人物 明星那些 然後我們作為男朋友就想 其實如果我不送花給他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有人送花給他 他收不到花 這種喜悅應該是要我負責 我去承擔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比喻 同樣地 我作為你男朋友 我能夠好色的對象 其實都是只有你一個 我不能夠好色其他人 所以 什麼 一整天 只想愛愛 就是同樣的情況 我覺得 有個分別 就是 他下面有些所謂的解釋 就是 剛剛奠定情侶關係 就很心急 想請你回家 他們是未搞事就已經在一起了 的意思是這樣嗎 還沒搞事就已經在一起了 不是很正常的 也正常的 現在這個世代有很多 不是這樣的 這樣嗎 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 是多了一些叫做 SP 拖錢 拖錢之愛 是的 還有未必一定會拍拖 真的純SP 我不是很可以的 我那個年代 搞到一些人好像說 我們救生那麼大 真的不可以 我那個年代覺得 真的不可以 打人 是的 SP這件事是渣男 在我那個年代 在我成長的階段 現在不是嗎 現在不是 現在好像男女雙方都比較開放 是吧 現在大家都可以不可以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是 他想說那個位置就是 我們拍拖有很多活動 可以看電影 吃飯行山的 也是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他好像只剩下的 吃飯 自己吃吧 就是早上又剩下 下午茶又剩下 晚上又剩下 宵夜又剩下 但好像沒有其他拍拖活動 如果這件事反過來呢 那個女生是這樣 沒有問題的 其實都有問題的 都辛苦的 其實都會好 都怪的 你覺得要我剩下三四次 我人生繼續下去 我會變成Ben Alfred 我想頭一個星期 每天三次 可能男人都覺得 會OK 但一定會慢慢走下坡 我想不想要這樣的生活 就是一個月三十日 再乘三次就九十次了 然後到男人 可不可以有其他活動 我都想去看看 如果遇到這樣的女生 也怪的 至少我沒有遇過 比較精力旺盛一點 有些空恨 奇怪的 如果他一天這樣 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愛愛這件事是一個甜品 就是如果你那一天的 所有活動完了 有個甜品吃 那幾美滿辣 那又可以去去去去去去 但如果沒有這個甜品吃 又不會說不開心的 那一天 就是一個選擇 有發生就更好 都是挺認同的 都是挺認同的 那我會不會有餐餐 經常吃甜品的 是啊 那這個呢 就是跟大家來聲 就是那個男人 如果好像沒有其他拍拖活動 那就是有些奇怪的 都是 男人 對 兩人都奇怪 對 好 第四就是 還要接入不在你身邊 這下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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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我覺得真的可以認清這個伴侶 是不是在穿著你 我們很早已經將對方的生日 是 預約了 那些都是我的 一個聖誕一 就是這些 我覺得這些是很重要的 可能我的儀式感比較重 那我就說好啊 我沒有什麼事情很嚴重的 因為你自己沒有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對面很著重 你生日那些當然會記得 但是有些 那些什麼拍拖紀念 你不是每年一次 每個月一次 這些是會忘記的 都是的 每個月一次 假設你定了那一天 是叫做 1月5號開始拍 那2月5號又多少個月 3月5號 你每個月都是 每個月都會 每個月都會 但是你們那些女朋友 會有這些要求 那天都要慶祝 沒有的 這些沒有說明的 我那邊 你試試看 最好有 試試看沒有 但是如果已經兩年了 那不是第25個月 第24個月 第25個月 你不可以數住 總之你每個月那個日子 你要記得 至少有一句 這一部分 我認同高人 有一句 你不用買禮物 不用特別做什麼 有一句也好 但是你有一句 第25個月快樂 今天 那他不在乎的話 他就會覺得 你記得 很開心 如果他在乎的話 就更開心 原來你也是在乎的人 然後你 然後你 真的要花錢 吃餐好 買禮物 就視乎兩個人的 共識在哪裡 即是說聲音 其實是 真的會忘記的 我和江蘇是會忘記的 我和江蘇是會忘記的 我和江蘇是叫做 頭兩年到頭三年 是會 由越來越密 講得越來越密 到越來越疏 到四年 到四年 到四年五年的時候 就是第幾個月呢 第四十八還是第三十六呢 三十六還是四十八呢 三年還是四年呢 就開始這些 但是大家都已經不再 很要在乎 這件事 然後呢 零射交聯系 你剛剛才說完自己零射交 太神秘 即是說 他的演繹就是 他有個朋友 在女台裡面 認識了一個男生 火速Toucher 情侶關係如火如肚 但是呢 對方總是推堂 我沒有玩Facebook IG 一定有的 一定是奇怪的 我就是這些 我是不玩Facebook IG 而且呢 好奇怪 這件事有趣的 我和江蘇是 是現實層面認識 不是透過網上認識 所以我們的活動 所有事情都是見面 Whatsapp 這些很即時真人的事情 然後我是沒有 加到Facebook 因為我都沒有 玩Facebook 以前有玩 但是後來慢慢不玩到 零完全不玩到 沒有開過 所以我和江蘇是 做朋友的時候 沒有Facebook 到拍拖的時候 都沒有互加Facebook 做Friend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去Facebook 做什麼春 做什麼狗 然後我自己 本身個人都沒有 玩IG 我只是玩自己的 Crypto IG 然後我又沒有加人 我那個 江蘇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加人 但是我只是加江蘇 每個人都知道 是江蘇 所以沒有加 所以我都不知道 江蘇的IG 發表什麼 各樣 Story 這樣的 這個是我的情況 你們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怎樣的 互相很留意 對方的IG 出什麼Post 有什麼Story 對方的IG 因為我會加上錄像 錄像 就是他一出Post 和一出Story 就會彈出來 就可以秒Like 有沒有去Like 以前的Post 沒有 我又沒有那麼誇張 通常都 但是 只可以說 沒有得不上 那我是一個很奇特的例子 我是一個很奇特的例子 他很小聲的 看來要開始玩一下 你開始玩的原因 不是工作原因 不是工作原因 不是什麼原因 現在玩Flat 現在玩Flat 是不是現在流行Flat 流行Flat 我看見那些人真的很流行 而且我偏向看到的是 很多假故事 假人 還有我坐的士差點死 我自己 超快 他一下子在公路上 一片過去 那一刻 隔壁的車子 差點 然後 一衝到隧道 感覺到 一落水淌 那些位置 超音速 我覺得自己差點死 很穩定 即是你上了一輛羅拔迪利路的的士司機 很忙明 很忙明 他的心是有離心力 而且他的心是要跳的 在公路奔馳的時候 看著他 會不會死呢 你是自己一個還是什麼 這一個 有沒有馬上摔回安全帶 沒有啊 如果我這樣摔安全帶 我覺得是不尊重過司機 這件事很特地 還是不要太多看東西 不要太多看東西 不要影響到他 我摔一摔他 就馬上覺得很危險 他就覺得我看不起他 司機這一刻 如果我是司機 我開得這麼慢 你也摔安全帶 你也摔得這麼慢 我小子 等一下我告訴你什麼叫快 你也叫什麼大蛇 柯尿仔 也是 會不會這樣 但你有沒有看他的咪錶 我不敢看 但應該全程的感覺都過白 過白 很油快 完全感覺到他那件事 他也過事 你看到飄的 你坐都感受到飄的 我司機要先喝飲氧快的飄 我想說 我開始有那個念頭的關係 你摔到那段 我司機要先喝飲氧快的 要先喝飄的 所以一個男人應該要先踩100 好像在飲氧快的高度 我想說很誇張 這些好像很適合寫Fresh 我想說 我有一次我自己一個坐後座 我是大概晚上抱完 然後凌晨1、2點乘的士回家 然後的士司機是昏著了 我看見他昏著了 我在他斜後方 他拿著 我感受到無緣無故走直路都飄 我心想什麼東西 直路都會飄一飄 我看見他 他在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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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釣魚 我這個時候真的有思考 我沒有第一時間叫醒 我去思考 我應該怎麼做 我不是應該叫他太太 你不要叫醒他 我真的沒有遇過 所以要思考 但是速度不會去到很快 而且已經遷就回家 然後 最後我回家的位置 就是一個直路 然後轉一個大概90度的彎 然後 中間有個類似駁位 轉彎 他一直都在飄著 然後他要轉彎的時候 他沒有轉直 撞到那個部位 我都在外面撞 不快的 說明真的不快的 你當可能三十多 就是留著這樣 然後沒有車 沒有性 純粹是傍 而且那時候是凌晨2點多 很多車 然後司機醒了 他終於醒了 不能不醒了 撞一下 然後自己退後一點 再轉彎 然後可以轉彎 就轉彎 就算了 不是怎樣 因為不算好 就是連個崩壩都沒有難度 那些 我猜沒有 因為真的很輕微 是薄的 不算是砰 那些 可能是這些 我經歷過一些的士故事 踩我了 然後就在學報 這個是有趣的 我覺得 至少大家 我有遇過一個自己在乎乎乎乎的 但他還未揹眼睛 但他想釣魚 又不斷打喊佬 又插一些東西吃 你是從他的身體圓知道他的眼睛 還有一個刀後鏡也看到一點 而且他的直路也會這樣 飄一飄坐坐坐 我試過那天是極速的 感覺到他剛剛上完電 水完東西 這樣駕駛駛駛駛駛 你知甚麼事 你好像司機來汙錢 你知甚麼事 那樣就是很想像嬰兒一樣 你也不要吵他 你專心駕駛這輛車 你有沒有遇過那些的士司機 改了自己的座位 然後改了自己的那個叫甚麼 棍波 水晶棍那些 對 變成水晶棍那些 賽車款那些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些 小巴的水晶棍 小巴的水晶棍 我遇過 我立刻覺得是高手 他有要求對自己的 對球棍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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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球棍有 business 對球棍有要求 對球棍有手 我擔心他會解僱 你等燈位的時候會嚇到他 總會遇到燈位 一停了你感覺到他停了但他都會欺負 我想最好的司機下車也是最好的 以人差安全來說 你寧願轉另一輛的士 因為你轉的士的起錶應該不差太遠 就頂多10元8元那些位置 生命重要 為何我們會去討論的士 講的士我們還要講Uber 那些Uber司機是路癡 整個天走錯路 若忍智 我不知道可能香港的Google Map是不准的 但很多人都會自己Google Map 但我不能知道為什麼會整天走錯路 我是想不明白 明明可能15分鐘去到的地方 繞一半個小時還沒找到 那怎麼辦 是的 還有你知道 譬如有時候你進尖沙咀 他走錯路就繞很大 他的路不是很通 你也想起瘋狗筋 就是這樣 還有 這就要代我女朋友說 因為 可能他本身真的比較美女 那些Uber司機真的會不斷聊他聊天 他每一次都會覺得很煩 又問問什麼 好好的地問去哪裏 走哪裏隧道就算了 好像每一條街都要問一次 你也想我轉左轉右 沒有這麼誇張的 但是不斷聊他聊天 還有你作為身邊人 亦都作為男人 你會知道那些男人 根本是R誰吹 對 熟不熟於R誰吹 你身為一個職業專業的司機 你真的要問那麼多 你自己有判斷 跟Google那樣 混蛋 就是這樣 所以我也是跟我女朋友說 你不認就行了 他也是偏向不認的 就是講完去哪裏 然後他就帶兒童 但是他說那些司機是瘋的 看著他就帶兒童 照說話 好像釋錄不到 也不要說他的身體語言 他不想跟你聊天 他就帶兒童 怎麼聽你說話 會播話的 都照說的 奇怪 他要一個很奇怪的 譬如他要去B這個地方 他先去A 去A之後 抱歉我重新來講 他由A去B B是他家裡的地方 他回了家 收拾東西 他很快就下樓 要去C這個地方 明白 就是叫車等他 然後 因為是call over 誰知又是這個司機 可能司機未接到單 他又太快下樓 不是那個司機時的 剛好撞回他的單 然後他去A去B 那個司機 B去C 他差不多到C的時候 真的下車 司機跟他說 你會不會去A的 不知道問什麼 但是A和C差很遠 可能是旺角和西貢 旺角去荃灣再去西貢 旺角去荃灣去西貢 然後他差不多去西貢 你會不會出王國的 就是這樣 這個是 寶丁地真是西貢 你可不可以是要去那裏 倒架去玩 不會短時間出來的 這些地方來的 一定是 他都問他去哪裏 那次就近 這個是女朋友告訴你 對 女朋友告訴我 在那裏等下 你會知道很多男人 對自己女朋友 就是更加隨便的問答 而是多了想認識 想多聊天 想拿到聯絡那種 對 所以很懶惰 然後來到第二個農場 第二個農場 第二個農場 就是 都在一起來了還在陌生人 六個攻略衝破減戒期 成為真戀人 我就沒有了 已經過了減戒期 我覺得這些 非常有用 因為我自己和江嫂當初 一齊了 當初半年和初一年 正常甜蜜的事情都有 但是同時間也會有一些所謂的 密生期尷尬期 就是 暗窩屁的那些 暗窩屁好 不是這些 而是有一種甲膜 就好像還是朋友那種 互相尊重 早晨你好 你先你先 也會有一種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當然沒有了 所以這個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有哪幾個 首先就是六個攻略 第一個就是和伴侶坦誠你的尷尬 你有遇到尷尬 你要說出聲音 要說 遇到尷尬 自己尷尬也好 或者什麼都可以分享 我覺得這個對 這個是可以 分享自己的尷尬 其實是拉近兩個人的關係 因為你說完自己的尷尬 對方就會覺得 好可愛 或者什麼都好 他會覺得你沒有那麼神秘 因為他知道你怎麼想 對 亦都叫做比較近了解你的人 自然他又會說一下 曾經遇過尷尬的尷尬 大家就更熟 第二就是 不要試圖通過偽裝和掩飾來避免尷尬 我這個是講一個很好的例子 剛剛講開這個放屁的問題 人是總會放屁的 然後總會有一天就是你的伴侶知道 你原來是一個會放屁的人 我第一天就在他面前放屁 放屁我還會放賴屁 還會濕的 還會濕的 還有如果跟他一起睡 還給我習慣睡覺 直接不去廁所 我們以前不是一樣的 我們以前不是一樣的 在床上窩了 MBAHIRD我跟他很熟 想講那個是 不知道有一次逛逛逛 那我就一路逛一路放 正常 在公眾地方 在街上 之後他就看著我 為什麼你可以完全 不在乎 不是他不是不在乎 你沒有那個 人家當 你以為小學中學很明顯 有些同學 坐著坐著無故打出 我打你老母 會讓屁這樣暢通的 之後就吵咬他 不要放屁 我很醜 這樣笑他 之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在街上完全是 無法感受到你是放 他純粹在隔壁所聽到 但是他就說 你是沒有異樣過那個人 就是說 是這樣的 男人是這樣的 你越沒有異樣 即使那些人聽到 好聞都好 都不知道是你 除非是你在我隔壁 你才會知道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是公眾地方 行為不見 如果你往後同居 在家裡 就可以顯示到 這個所謂的偽裝染色 尷尬 你會怎樣放呢 你會特地走進廁所放 還是純粹在聽到 你知道這隻屁一放 是響的或者臭的 你都總會讓對方知道 那你就想 去廁所放還是在廁所放呢 你就會面臨這個抉擇 沒有啊沒有啊 叫他 喂 然後卻報 遮了他 說到什麼 然後說 提醒他 我放吧 神經病 這個挺好 高人這個好 我跟江嫂現在的處理尷尬是什麼呢 就直接說出來 嘩 好急事 想放屁 不行了 要放一放 直接說出來 那又是一個叫做 我告訴你 我在我地盤這個位置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覺得臭的 你自己走開 哈哈 那又有這些 之後 你說到我屁股的主題 也有 有一次就是剛好在這裡 我和我女朋友聊天 不是在錄影節目 只是在我辦公室聊天 聊天 聊天 是突然間毫無意外 即毫無先兆 我急事 我走到我屁股 然後就回來 然後就繼續聊 他就跟我說 為什麼你去廁所是內部封去模型的 暴離那房的人消失了 然後去廁所 然後突然回來這麼搞笑 就是這樣 你們去酒店旅行 或者Staycation 又是屁股 就是 正常的屁股也很正常 你屁股完 你自己都知道 嘩 這個屁股很臭 那你就出來 有時候酒店或者Staycation 通風也未必厲害 然後你的伴侶又要去廁所 會提醒的 會提醒的 小心 那你遮不住 不會有別人在那裏屁股 不是你就是他 我自己個人上的尷尬感在哪裏 就是我屁股有分唱信沒有聲的事 一條香蕉 有時候都是正常的 有時候都是正常的 但會屬於叫做 急屁股的那種狀態 但不是肚子的 都是正常的那種狀態 那我跟江嫂同居了之後 那家裏不大 總之在廁所裡 我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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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回來了江嫂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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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會關心一下他 你肚子餓 就是剛肚子餓 你肚子餓 他會關心一下他 拍屁股給他看 有沒有聽過那些 我有聽過 每天都會拍自己的屁股給個男朋友看 屁股很懶的 覺得屁股真的很漂亮 要拍一拍 你們有沒有這個 譬如幫女朋友拍照 或者特地拍女朋友的很臭的照片 我沒有 我很少拍照 他睡著了大口腦 那個樣子真的拍他 都沒有 因為我是有拍的 然後他會說我又拍了這張 他會很想我d 之後我就不d 生活小情趣 喜歡拍照 應該要拍這些 好 然後第幾點 第三就是通過身體語言緩解氣氛 就是當你戀愛的時候就緊張 就很常逼要找話題 各樣各樣 拖一下手 抱一下 令到你更加親密 就是這樣 牛津大學心理研究發現 身體攝觸是一段關係 建立信任和聯繫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用的時候抱一下 射一下他的臉 甚至心情地碰他的肩膀 你還好嗎 就是這樣 會助你這麼快 他打在賣的時候 喂 他在賢錢 很受氣 就是這樣 第四就是在伴侶面前 允許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 這個很認真的 這個真的 都要的 但是很難的 這個也是 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說 或者自己都不意識 有時候會喝醋 開頭你會很難和女兒表達自己喝醋 這個男朋友也很喝醋 又例如 好像剛剛你舉的例子 你感受到那些司機 擺明是多於自己的 但是可能作為女生 很正常的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那些人類 如果我去買燒味店 怎麼會多人給 是呀 從小到大 那些人永遠都是這樣跟我相處 我不覺得有問題 那這些就是可能 就是叫做 你能不能給他看 你其實是有保護他 還是有吃醋呢 這些位置 是 這些很難搞 這些時候好像劉德華 那些 還有有時候我們作為男人 聽到伴侶說一些自己的遭遇 經歷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就會 那條男人應該想追求你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正常男人應該這樣就完 但他多過這個位置 應該對你有點意思 但是通常女生就會 怎麼會呀 不會呀 有的一早就什麼 那我就說 有些男生不是這樣的 他正在用的方式就是 作為朋友 作為朋友 慢慢慢慢 他不急 亦都不想冒險 是表白的 那女生是未必會很buy這個模式的 但我們男人就 哪有知道你弄東西 那樣 搞什麼 就是 我有什麼 我拍拖初期 我記得是 我放了一條片給他看的 那個叫做 一個外國的帥仔 stand up 那些 comedy 他叫做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華人還是鬼佬 鬼佬 我完全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不要緊 總之他的片 就是講 他是模擬的情況 就是 拍拖有這些叫 Red Flag 紅色警報信號 要 Red Flag 我應該會怎樣 可不可以找到 他的觀點就是 男人的觀點 何人的觀點呢 他是男人的觀點 告訴那些女人 男人就可以很長線的 在你身邊做好朋友 各樣那樣 他就無疑 男人跟女生說 我不是說控制你 也不是說干擾你的交友 但他應該是對你有意思的 他怎麼會 Come on 他是我的brother來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沒事的 然後他就說 然後那個男生 就是會怎樣呢 就是 在你分手的時候 他終於等到一個機會 你就敲門鋸鋸鋸 然後哭了 我們分手了 然後那個男人就說 為什麼啊 他不相信我 他不相信我們 沒有理由 就已經脫褲了 就是這樣 男人就是這樣 然後他繼續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那些男人是這樣的 因為我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是什麼 Game Recognize Game 我們當然知道你在做什麼 就是這樣 我認同 完全認同 因為當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思維方式 然後在其他地方看到 你都在做這些 證明你有這樣的可能性 他就說 你的朋友每天都跟你說早晨 看到有有趣的Meme會發給你 然後你有什麼會跟他說 他就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一個 你覺得最完美的男人 就是這樣 然後等到那一刻你分手 我就乘虛移入 這個位置我又 Mattry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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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嘗試說一下女生的角度 看同一件事 為什麼他們會不承認 那些人想去接觸自己呢 因為女生在這個狀態 他承認的話 他就好像給人的感覺就是 我正在收兵 我很受歡迎 其實我知道很多兒子在我身上 亦都不想有一個自己 那麼站出的狀態 他寧願回答 不認就算了 這個是我知道其中一種女生 不認的原因 就是這樣 很多這些 女性紅利 嘩 有紅利嗎 你彈過這樣的訣章出來 是有 不單是有 是有很多 而且我覺得不是負面 這件事都要有 但會有些是不承認我有紅利的 我以為我有些不知足 我被他承認我 不是 有些是 不是啊 沒有啊 沒有啊 無關事啊 自己 好 原來我整個小時 看一看個小時 剛剛好一個小時 不行啊 哎呀 歡樂的時光特別快 又不知何時可以再看到光哥 幾個月 沒有課就找我 大家好好珍惜今集 好 多謝光哥上來了 什麼第三次 什麼第三次 看三次 重溫 重溫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